花莲圣地慈惠堂总堂75周年堂庆 特别举办了白米物资捐赠 其中有2500斤的白米市 驿注到爱花莲食物银行 市长温家燕亲自颁证感谢状 感谢庙方摒持着母娘慈悲为怀 抢起来不仅透过良善信仰教化人心 也借由实际行动奉献 爱情帮助弱势家庭可以渡过难关 花莲圣地慈惠堂总堂 举行75周年堂庆 热闹非凡 同时还捐赠了一万两千五百斤的白米 给各乡镇市还有社福机构 这就是我们花莲圣地慈惠堂 建廟的75周年当庆 这就是我们在做爱心 发入一些机关 和一些洛书的家庭 其中2500斤的白米 驿注给爱花莲食物银行 市长魏家彦亲自前往颁赠感谢状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圣地慈惠堂 陈主委以及我们所有庙方的委员 捐赠了2500斤 50包的白米 未来我们也希望说 还有更多的一些物资能够进来 花莲市公所 在食物银行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够预注 那这次也希望借由这次的一个机会 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 那花莲市公所我们开办食物银行 缺了非常多的物资 尤其是在疫情过后 那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如果有要捐物资 都可以跟花莲市公所 来做一个联系跟联络 魏家宴表示 施工所会把来自各界捐赠的民生物资 借由食物银行发挥到最大效益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及时疏解困境 而且不限设计在花莲市 只要有困难 都可以到爱花莲食物银行来申领物资 接着会见相报道